华联县府获企业捐赠6700组的拓一快筛 原本17号上午开始要发给幼童 但16号卫福部发函通知 禁止发放让县长徐真卫感到相当无奈 更在脸书发文说孩子们何估问号 这款快筛算通过欧盟认证 但我国EUA没有核准 卫福部基于合法性才要求暂时停发 而现在县府只好赶快设法解决 避免浪费快筛 华联县府原定要发放免费拓一快筛 给县内领导两岁的孩童 不过该款快筛没有通过中央紧急授权 因此卫福部紧急发公文 要求县府暂停发放 华联县府获7月捐赠6700组的拓一快筛 原定在6月17号要免费发送 给县内领导两岁的孩童们每人两季 不过被中央临时喊咖 卫福部的公文到 该款快筛未获得专业制造或输入 依照医疗器材管理法 也请县府尽数提供产品内外包装 说明书挂号以及数量等资料 严清产品和发行之前暂时停止发放 不过现在许正会在脸书发文 大喊孩童无辜 而且感到非常遗憾 将持续努力和中央沟通 希望中央能够优以名优 乐以名乐 华联系人卫生局长 朱家长表示是不是卡的地方 他是不知情 中央的心态怎么样 他也不太了解 他也不做任何的评论 在德国的网站上面发现到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进口的名称 跟它在德国贩售的名称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在马来西亚上的那个名称 在欧洲可能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马来西亚这个名称 去欧洲去搜寻的话 当然可能搜寻不到 这是有可能的 我想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那再来我想非常强调一点 我想马来西亚的国家也是 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会把它这样的一个产品 列为一个认证的合法的产品的话 我想它不管它对于它的外包装 内包装 以及它的所谓的广告 都会有严格的监控 那如果里面有不实的报道的话 我想马来西亚政府会得以说严厉的处置 所以我想一个国家 我们要相信它国家的主权 也相信这个国家应该做最好的管理 所以我想用一个网络搜寻不到 然后就认定它在国外是没有 在某个区域是没有的 我想这样一个解读 而且可能是太过放大 处理这批呢 这批先证的处理 我想我们会在更仔细的讨论 也看跟中央讨论之后 那了解中央的 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之后 我们会再做处理 这款脱衣快塞在英国设计 德国制造 马来西亚组装 目前通过欧盟认证 不过企业进口这批快塞的时候 根本没有申请 也没有取得EUA的许可 记得订阅华特朗